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小数点要到第二位 然后怎么做 方法有两种 哪两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Round Round很简单 你直接在什么 这个公司外面怎么样 因为我要算完之后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我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怎么样 在BMI等于后面 计算公司外面在包一个Round Round 钱瓜糊 然后在后面加上豆点2 在后瓜5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表示说我要取到 把这个算完的结果 用Round帮我做 四十二五路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样执行的话 就会是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所以刚刚那个170 我用整数50 Enter 应该是17.30 所以它取到后面内数它就把它舍弃掉 过清 所以第一个完成的 当然除了用Round之外还用Format 如果不用Round的话 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我先把Round先拿掉 至于哪一个方法比较OK 我是比较推荐用Format 因为Format非常好用 尤其像以Sail里面 如果你不会格式化 就真的很多东西就会乱七八糟 有没有 其实倒也是一样 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做格式化 通常会用Format这个函数 所以Format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如果你不会Format 很多地方你是做不出效果的 所以我比较推荐用Format 可是Format的难度又比Round来的困难 Round其实你会发现很简单 Round的前刮虎 逗点二后刮虎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用Format的话 要怎么做 方法二 如果你要用Format的话 它必须 做法的话必须 一 请你在BMI前面 先跟它讲说 这个字串 这个字串什么字串呢 就是你要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所谓的那种Format的这个Test 其实就是你要格式化的公式 那告诉他说 待会的话 第一个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里面给它一个大瓜 然后移到中间再加一个冒号 一般习惯大概会这样 至少你Format一定要双引号 然后大瓜 一个冒号 后面的话给它什么呢 规则就是 请你帮我取到小数点第二位数 所以一个点2F 这个F的话呢 其实指的就是Float 其实就是意思说 请你帮我 针对我输入的资料 帮我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特别重要 这个可能有点难度 不过先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要怎么样加那个Format 很简单 在这个字串的后面点一下 打一个Format 然后刮符之后的话 把BMI放在Format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BMI里面的值 放到这一个格式化的规则里面 然后他就知道说 只要大瓜糊 就把这个变数放进去大瓜糊里面 并且帮我格式化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并且做输出 OK 大概是这样的规则 所以这个对各位来说 当然目前是有点难度 只是说 重要性我觉得是比较高 所以特别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它做执行 那一样 比如说我再换一个172 Enter 体重如果是60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结果 一样会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OK 那用Round跟用Format 两个方法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部分 我如果希望在什么呢 这个小数点第二位数前面再加一个 BMI 怎么做 当然如果你要串 一样 如果你用刚刚的那个 你用Format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字串 因为Format 就是一个字 回来的结果是一个字串 如果刚刚的话 如果你用Round 它就不是 你要转型 加Stream 所以用Format 直接来 那这边的话 那你就直接可以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用说 像我们之前讲是说你要在什么 在这边前面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BMI 冒号 然后加 后面东西 其实跟各位讲 因为它本身 这个公式可以跟字串接 所以其实 实际上这个东西可以不用 你直接什么 BMI冒号 这样也可以 OK 冒号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做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一样 17 我这边输入一个值 然后63公斤 Enter BMI冒号 多少 输出 结果20 但是我刚刚提过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前后要加什么 双引号 结果有点像什么 要像这样子 这个该怎么做 你不能说 双引号 那我在这边再加个双引号 然后后面再加个双引号 这样好像理论上 感觉是符合实际上我们想的 但问题 其实程式它会confuse 你这边是有一个双引号 然后你这边又一个双引号 到底这个双引号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会搞不懂到底哪一个是要输出的符号 还是哪一个是我城市里面的符号 OK 所以怎么办呢 要做区隔很简单 就是你外面不用变 里面这一个的话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反斜线 特别说反斜线是 那个左上到右下 这个叫反斜线 正斜线是右上到左下 OK 所以这个要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反斜线做区隔 他就知道说这个是要做输出的自创的一部分 底下这个这边也是一样 反斜线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所以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那另外的话它会有个叉叉 对不对 那那个Equibus它有一个也算缺点吗 也不算缺点 它有一个习性就是说它不会马上消失 也就是说你做对了 它大概会间隔三秒钟 它才会变正确 那个叉叉 所以有时候你要有一点点耐心 它可能这时候它再帮你做运算 说检查一下到底那个程式是否正确 所以如果它没有马上消失的话 你可能是要等它一下 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是急性子 常说老师为什么它还是叉叉 我说请你等它一下下吧 OK 它是很那个很gentle的 很那种 它可能有点像我这种个性 其实再怎么急 反正天塌下来总会有个子高的底子 也论不到你 所以你不用紧张 反而是你一紧张的话 对于写程式是非常有障碍的 最怕就是你那个心情浮躁 即便是一个小撮 我发现有些人就一直一直鬼打墙 那原因是出在你心已经乱了 所以你这时候的话 你离开 到别的地方回来 程式都写出来了 有没有可能 常常这样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尤其是程式越写越复杂的时候 千万还是要静下心来 我发现程式要写得好 可能要几个特性 就是心情尽量不能浮躁 而且要有耐心 真的 另外有一点 如果你要符合这个要件的话 建议各位可以吃素 但是我是不是开玩笑的 我是说 我说真的 OK 我发现 肉吃比较多的人 真的比较容易浮躁 我不知道 吃素的人真的感觉得出来 是吃素的 OK 好 所以废话不多说 请试一下 OK 所以这个run的可以先试一下 另外的话 这边注意 先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拿掉 但是这加速应该加到这里才对 所以这个OK 记得是双明号两个 我习惯了 然后大瓜5 冒号 然后.2f .format 我把它加进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完成那个 格式化到小数点 两位数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bmi 冒号 可是我希望在bmi外面加双明号 OK 试一下